这把打完姑女票都想给希尔科磕一个,咱们来看这一场啊,老规矩,开局抢个大棒加一几时,我说三天了,他终于抢个大棒了,第一轮小怪给了个腰带,第二轮小怪给了个索斯价,道海克斯,他突然心血来吵小猫玩一把杰斯,没错啊,还是配上真实执法的真伤杰斯,第三轮小怪给了俩英雄,然后直接打了波三连上,但是并不是靠执法,而是靠了妈炼金狼人, 到大选,又抢了个索斯甲狼人,大选回来狼者二星,他这把炼金狐豹了,但是没用,信仰懂吧,大选回来四连胜,二杠六 信仰就位,就在此刻,我女票的智商突然在线了,下一轮就是石头哥,他如果五连胜,每回额多三竞技,咱先不说赏金年胜就一二金币,那玩什么也打不赢呢,于是,这信仰先等一等吧,顺利拿下五连胜,到石头哥,石头哥又给了个 大棒,运气之加倍,然后资深美食家发表评论了啊,他们搭这个饭我真是又讨厌又喜欢,你知道为啥吗,我喜欢是真的好吃的,讨厌是里边有芹菜和葱,我操口还挺刁,有的吃就不错了, 三干二,打出一轮连胜终结,好在他重新上了赏金啊,所以不亏,到海克斯,狩猎律动,杀人回血,好东西,够强,两出架势,打谁谁发战,好东西,够强 让他瞎选,二连败,到大选,抢个最贵的,大选回来,三连败,让他妈不要钱打赢一场,这一波血亏啊,狼哥还没给啥好东西,最离谱的是,选了个真实执法,到现在妈连个女友都没看见,这算啥,拒绝执法, 又是一波二连败,到大选,塔姆走到脸,哎,哎,哎,不是,尼玛为了操制法,塔姆都不要,我,唉,算了,开心就好,打赢一场,到海克斯,光明武器啊,随便选的啥都抢不到离谱,所以选什么还用说吗,我女票还不禁感慨了一下,就前眼里了,行动, 一百二十一的经济,直接拉等级,我车还挺理财,让我轻购物车的时候可没这样啊,我一件一件刹了半小时,把手都酸了,他不干些我就酸了,还那么家暴我 二连胜,回来自动九级还白嫖金额斯加聊,鸡哥又给了个大棒,运气值超级加倍,这局成了,打完鸡哥五杠一,白嫖一张卡啥,接下来, 进入嫖卡阶段,五杠二,金额斯,获两张塔姆,信仰升华,五杠三,他直接大递一波,是要找到一张杰斯,金额斯二星的,但是没资格上场,这把他解的待遇比他好啊, 泽利二星,获杰斯也一下来两张,大选抢一把银血,大选回来二连胜,五杠六,塔姆二星,六杠二,他直接大递一波,塔姆五张, 泽利五张,杰斯四张,大选抢个最贵的,大选回来塔姆六张 塔姆七张,泽利也七张,泽利八张,紧跟着塔姆也八张,这叫啥,夫唱夫嘴 现在场上还有三甲,血量都不把地啊,两轮的事,我女票急了, 哎呀,杰斯,你别打了,杰斯别打了, 抠口声声喊着别打着,不给人家送出去,这是啥,残忍的慈悲 六杠六,直接卖人说哈,杰斯不要了,最后一张塔姆, 来了,三星塔姆,就位,塔姆没恢复,我赶紧让他为个格斗, 哎,要翻车,感谢希尔科, 哦 好 对面这兄弟也是头铁啊 他起码有一半的人是希尔科炸死的